要说路上跑的那些车 什么车风险最大 那我说一定是伐木的运输车 看看这地形就让人不含而立 更不要说在这种地方开车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越南这边的伐木车 是如何完成这只有中午赶走的山路的 这是一辆带方向盘的单纲拖拉机 大家可以用变成的树桩子做参考 视频绝对没有故意斜着拍 这么抖的路 我真怕它一个杀不住 也不知道司机此时那些能不能绷住 只要一个小失误 后果估计不用我多说 这个路环倒是蛮宽的 但抖是真的抖啊 估计司机也就只敢用一挡 但凡用一下二挡 就可以直接下山了 当司机来到这个弯道处我才发现 这个拖拉机不一般 原来它还是个四驱 我说这真的是小刀划屁股 小母牛坐飞机难怪这么厉害 拖拉机一路前进 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弯道 这路修的时候估计是计算好了的 反正勉强能让车子转弯 要是将弯道修得大一点 估计路更陡 看看老哥要如何通过这个弯道 不得不说 敢在这种地方开车 不仅技术过硬 八字更要硬 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 真不敢来这里赚钱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台车 这辆车好像更加厉害 这像是一辆上个世纪 退休下来的卡车 看起来非常粗广 而他要走的这个弯道也是不如小区 关键是他上面还敢坐个人 我说老哥你是相信驾驶员技术的 这里想要一把过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就这个角度为言 我真怕你们像印尼那边的老哥 来一个倒车不踩刷车 然后直接印尾里翻车 这个路也太陡了点了 并且我相信这车是个手动的 也不可能有什么拖到辅助 在这个地方完成方向调整 90%的小车司机估计都不行 但即便是这位老司机 不好意思他也熄火了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很多车熄火后 刹车很难踩下去 但这位司机明显提前踩了刹车 司机再一次熄火了 这真的是对技术和内心的双重考验啊 没了五年以上的驾驶经验 这种地方真是不敢来 这纯粹就是个慢工厨熄火的工作 这辆车也是一台四驱 并且还是带锁的 这要是没点实力 哪敢来这种地方运步的 就这破舵走路腿都打不直 他们居然还敢开车